中国台湾歌手一首《纳努娃行歌》红遍两岸三地 他凭借自己优美的响应得到了琼瑶的青睐 魏琼瑶剧《采云飞》演唱了《我爱今宵》等插曲 还演唱了《风从那里来》《爱你一万年》等筷子人口的名曲 《万沙浪》的走空引起了春晚的注意 相继发出了邀请函 1988年他顶住了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自己的经典歌曲《纳努娃行歌》 还跟美维合唱了《香剧在龙年》 唱到最后《万沙浪》内流满面 与在座的嘉宾观众紧紧相拥 感人至深的画面至今仍令人难保 《万沙浪》慢慢没有想到自己虽然顶住压力从台湾来到大陆 可是被台湾下令封杀 还禁止其返回 《万沙浪》只好留在大陆发展 每月给老婆孩子寄钱过去 到了1995年 《万沙浪》才得意返台 谁知她的妻子早已带着孩子沿走美国 《万沙浪》痛苦万分 悲痛至极的《万沙浪》借酒消愁到处买醉 重新事业一次酒后筛倒出现意外 造成颅脑损伤 金抢咒命中回来了 但从此却成为弱智 智力犹如小儿一样 受伤头不仅自己的妻子不管不顾 其他的亲戚朋友也是冷漠至极 前妻甚至还霸占了她的房产 他们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可一直都是《万沙浪》 寄钱回去养活他们的呀 别以为智力退化的人不知道痛苦 接二连三的打击 《万沙浪》万言俱灰 吞食安典药自杀 幸亏被及时发现 捡回了一条命 幸运的是 《万沙浪》的前女友 知道了她的处境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跟首饰 给其看病病留在身边 一直照顾着她 如今二人窝居在一处出租房里过日子 让我们祝福这一位老人 荣凉快乐 健康长寿吧